我们一提到价值观就不得不提到圣经 那一提到圣经呢 我们就要去看看圣地 迦南美帝旅游公司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深度的了解 迦南美帝旅游公司是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精 而且是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同时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四月份就让迦南美帝带我们一起去以色列玩一玩吧 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 四月份去玩不等于四月份才要订购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广告 赶快就打电话现在就订购 AI News的朋友有专属的优惠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行程第九天我们会去的地方 早上呢在酒店享用早餐之后 一起驾车前往粮食之家伯利恒 一提到伯利恒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 那当然到了伯利恒就要去参观 耶稣诞生教堂 经由谦卑之门进入教堂 据说耶稣就诞生在教堂前厅下面的石窟里面 之后呢我们还会再来到牧羊人牧场 那这个牧羊人牧场呢 其实是当时那些牧羊人就在这个地方 听到耶稣诞生的好消息 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里面说到 说在野地里的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 天使呢来报喜讯跟他们说 在大魏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众天使离开他们就升天去了 牧羊人听完了之后 大家就互相彼此说 我们就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 那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结果他们就急忙赶到伯利恒 就看到玛利亚和约瑟 还有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 这些牧羊人看见了之后 就把天使说这孩子的话给传开了 牧羊人牧场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 也是基督徒一定要避看的地方 那么我们从牧羊人牧场出来之后呢 就会去昆蓝 这个地方就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参观 下午就会驱车前往世界著名的死海 那晚上呢 我们就会在死海旁边的豪华度假酒店 享用晚餐而且过夜 旅游这种事真的千万千万的不能等 现在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这个节骨眼真的没有那么多人 约旦和以色列以前真的是人潮涌集 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经典的景点 要是参观就得先排队等 现在不用排队 大家赶快报名 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旅游的人没有那么多 把要排队花的时间完全的节省在参观上面 大家好好的去玩一玩 而且整个过程呢都是由基督徒 跟以色列当地的专业的导游来解说 按照圣经的记载 来到真实的场景 讲解真实的事件 现在就是去圣地旅游的绝佳时机了 迦南美帝为大家安排的绝对都是精心挑选的酒店 还有餐厅 保证这一趟行程吃好玩好 迦南美帝呢 也给我们AI News的观众朋友带来非常特别的优惠 AI News观众朋友 只要打电话去报名 跟他们说 我们是看到AI News看到你们的广告 直接减免100美金 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 来赶快报名参加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现在有很多 就是男女不分 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 他会告诉你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平等 有些学校 像这个爸爸之间很出名的 他是在Virginia州的Lowden County 他的女儿 14岁的女儿 在学校里面 因为学校说 我们要遵重所有的这些性别 所以有一个男生 他就穿着裙子 走到了女厕所里面 然后把这个爸爸他的14岁的女儿就在女厕所里面给抢爆了 他是殴打那个女孩然后把那个女孩给抢爆了 那抢爆了之后呢 这个爸爸很气愤 他找到学校 结果学校报警 警察把这爸爸给抓起来了 后来他们偷偷的把那个强人人的那个男生给他转到了另外一个学校 因为学校不敢讲话 因为学校要为了政治正确的 不敢讲话 这个事就这么算了 他们就把那个男生给转到另外一个学校 结果过了两个月 那个男生在另外一个学校又犯事了 他又抢爆了另外一个女生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像欧巴马时期 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实行男女同色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事给人注重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借口 男生和女生同一个厕所 或者是同一个更衣室 你不用想你都知道会发生出什么样的事情 男生天生的肌肉就是比女生强的多 你刚才说一天白白天天螺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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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的 他要是打我才能给我打死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些问题到底会发生的好 但是我们的正常的这些思维探索能力不能丧失 很多时候人们正常的思维探索能力丧失 他们因为用爱心 我们要善良 我们要包容 所以你看这些人 对啊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是女生啊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去呢 为什么不能跟女生在一起换衣服呢 为什么这件事情都不简单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行 这个就是很简单直接的原因 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不能共用一个厕所和更衣室 然后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一件事情 是 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非常多 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新闻上面都有报告 如果有看的话 最新的一个是一个监狱 你已经讲了他的性格进行不到的 我讲他 有个男生啊 有个男生 他就是在我们南加州这地方 他在Pound Down 他17岁 还有两个礼拜 就过18岁的时候 他犯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去Pound Down 有个Denis 他直接进去 他没有站在这个产品里面运缓 他直接从门进去 他直接就进到女厕所里面了 女厕所里面 在里面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里面 家里大人去吃饭了 女儿说我可以上厕所啊 他就自己去了 这男生在厕所里面抓了这个10岁的小女孩 然后就把他给抢到了 后来这个人跑了 最近这两个人被抓到了 抓到了之后呢 一验他DNA 这人在外中犯事给抓了 一验他DNA就说 哎你就是当年他就抢这10岁的小女孩那个人 他们就把他抓下来 结果这人说啥呢 这人说 我现在是女的 满脸大胡子 这周边没给大家找过来 但是如果大家要看过我们那个新闻 他能满脸胡子 他说他现在是女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洛杉矶这边处理的 我们洛杉矶的那个DNA 就是这样子犯了 所以他说什么呢 说人家这就是女的呀 那我们得去弄他呀 那我们呢 就把他关到女性的监狱里面去玩 那不光关到女性监狱里面 他今年已经26岁了 他说当年他办事的时候是17岁 还没成年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样一个满脸大胡子的 26岁的成年男人 关到未成年的青少年的女子监狱里面 得 这整个人判决 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这大胡子这人了 他就喜欢未成年的女孩 得了 你会让人说 而且给他就关两年了 因为他如果要是成年的话 他这个刑期就会判到十年一条 但是他现在是纵容判断 他说我们要不尊重他呀 所以一个成年人按照未成年刑判 那他关到那个里面住两天的时间 而且甚至我们这个 Jorge Kasko说什么 他说这人其实我觉得不管天狱也行 让他在家里出行就好 所以这样一个危害社会的十岁的小女孩 太恶心了这件事情了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在发生 而且就是在我们的路上里发生 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基督徒 包括我们很多那个 以前的好朋友 也跟我讲 我们说你们基督徒不能分方分派 我们不能分左派右派 我们不是分左派右派 我们是持守耶稣的神 在圣灵里面跟我们传达的价值观 那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这边 很多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而且他们主要的理念就是 就是圣灵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分方分派 跟这个是完全没关系 好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个后果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女孩 被放大了 下游后果是什么呢 男女出门的后果 就是男人用亲的女子的那种比赛 为啥我们现在比赛要分男女呢 因为男的就是女的强 这个有什么好见解的吗 好像这种事情在社会上一说 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 好像点滴女性或者什么 这不是点滴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男生的肌肉 男生的体力就是第一分 手大脚大 手长脚长 就是这样的 还是那个例子 一能要是大物一弹 就能夺大墙里 那这个男生呢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颓库的 一个很大值的一个男生 他呢 说他变成女的了 他就当于跑去跟女生一起游的比赛 他本来在男生里边 他是怎么也正不上名字 他排名第四至八名 得他一说他变成女的 特别有一个女生旅游 他把鸡卡尔鼓 就是原本女生的地赢了 他给人家拉了四十秒 我们一般看游户比赛 他竞争都可激烈了 对吧 我手一碰 你这一秒不出来 第二个手就放上了 他在这儿 喝个咖啡都行了 四十秒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 他到底是大了吗 然后这儿他来的 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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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他 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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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度是完美的 and Will is done and then one of these girls must be second, right? no, no they have more to swim how about this one, maybe this is second no, she's got more to swim how about these girls maybe these girls could be in second we don't even see second yet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男生里面排名四十八的高女生里面 就可以把二十分比较这么多 所以如果要是想他再想打破这个技术 可能就要另外一名变性人可以考虑他 如果这个游泳座里面再招来更多的变性人 女生你连陪跑不出的话 十名变性人你就让十个男子去比吧 所有的男生的运动全部变成了 女生的运动全部变成了男生了 女生你就再也不需要运动了 对吧 你在游泳场里面扫导地 搭搭搭搭搭垃圾不可以了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看到像哪天几家变性的这些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可能一些其他的破坏家族观的敏感话题 这些东西呢 已经在我们那里面破坏了家族观 但是这个问题是敏感的 甚至是往往被大家互议忽略的 大家闭口不提的 就是堕裁应该是被支持的 其实这个话题呢 哪怕在基督徒里面 这个话题也是值得讨论的 因为并不是大家所有的意见都一样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说在这一件事情上 其实大家一般来讲有三个反应 一个就是 YES 做菜应该是被支持的 第二就是 NO 做菜是坚决不能被支持的 还有一种就是 啊 媒体 可能一些情况下面是可以被支持的 但是一些情况下面是不以后被支持的 哈 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个事他吵得下 在这呢 这是把IQ都吵架了 对 好 那次家吵得大了 我们俩考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其实我不是我真的对这个事情做了思考 啊 我当时支持的是 没底 啊 因为我觉得说 某些极端情况下面 是可以做菜的 Why not 为什么不行 但是他的 这个意见就是 不可以 任何情况都不可以 那当时为什么会吵架吵得那么凶 就是 我有我的见识 他有他的见识 那后来我大概消化这个事情 可能消化了一两个月了 突然有一天不足明白了 为什么不是没底 为什么是 NO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看电视 你就看到说 啊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公园那边跑啊 然后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生举起来 大家唱歌好开心 然后最后出来说 什么什么什么 女生什么 女生 我才一愿 请大家打电话 什么爱心女生 一愿之类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 真的是从小 包括你知道那个中国 那个时候教我们这一代独立才话 我们听说签读这样的事情 你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标词 非常非常正方 哪怕是我的外婆那个年纪的人 都觉得说 why not 好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如果我们要是明白的话 其实就是知道 这个就是在杀人 如果我们要是真的去看事实的话 你不知道它原因是怎么产生的 原因跟结果 就是这是完全养灰事情 它是怎么产生的 跟你要不要杀人 这是养灰事情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杀人 所以我们作为女性来讲 我们到底要怎么跟女性的群体出 因为做胎的话 你可能听起来是一个 什么女性自己的选择 但是这个对女性的伤害很大 对 而且 对于胎儿来讲 他是没有选择的 然后很多人说 那 Ambrio不是 不是生命啊 他还没有出来啊 对吗 但是说实在的 任何一个Ambrio 你给他10个月 他就是会变成一个人 他就是会变成一个婴儿 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别人就是搞不懂 你可以说什么 心跳啊 然后 血管 大脑啊 神经啊 各方面 找各式各样的理由 来输别人不是人 这是一个多么高傲 多么恶心的一个想法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制作的 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想法来去鼓励堕胎的 很多这个左派的人说 堕胎其实是在帮助黑人 但是我们每年杀死多少个黑人小孩 我们其实在杀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女人有没有资格控制自己的身体 绝对有资格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告诉女人说 你们有资格控制自己的身体 你们有资格控制自己跟血做爱 还有什么时候做爱 还有是不是在一个婚姻下边做爱 所以说这个是女人可以控制的 怀孕是结果 是你没有好好控制 或是你好好控制的结果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胜给我们的 都是胜给我们的助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基督徒一定要去反对堕胎这个行为 就是因为这个图片是要拿出正确的立场吧 尽管很多人当可能不理解 尽管作为基督徒来讲它也很难理解 但是正确的事情就是应该说 之前我也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他的那个答案就是没底 那我就告诉他说为什么不是没底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上个月在华盛顿地域呢 进行了一个为生命游行的活动 这个活动非常感人的是大部分的全部都是20出头文明星人 他们从全国汇集到各地 他们秉持这样一个圣经的价值观 他们在那里唱着起义恩典赞美的诗歌 那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到今天是第49年了 在49年前就是1973年的1月2号 那最高法院就说我们开启美国合法落胎的时代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这个为生命的游行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想以及道德观 已经被政府的立法所影响 也就是说政府从业的 这就是一个道德的标准 只要做了突发性建议是法律的范围之内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但是整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是刻意的故意或者是刻意的不去想说 这就是一个人 你如果做来了 就是把这个人真正的给杀死了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晚上 他是一个庞氏症的患者 在有请上来他发表我们感人的一名叫 你们准备了吗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Katie Shaw from Indianapolis, Indiana I am a born and raised coosier I am 36 years old and I have Down syndrome I am happy to be here today in the fight for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for all unborn babies diagnosed with a disability or not I believe equality for you, me and everyone started in the room It started the day of conception when God gave us our soul I am proud to be here to march to show the world that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or not need to have the chance to show the world God's plan for them They need a chance to live their wonderful life outside the room They need a chance to live their wonderful life outside the room My parents found out I had serious medical issues and Down syndrome When my mom was five months pregnant with me My parents never thought about aborting me They worked and planned with the doctors to help me have my wonderful life Now, here I am 36 years later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working full time, enjoying family, friends, playing sports and participating in a book club And speaking out with you for the unborn I even got to speak to our parents for a vice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As you can see, my equal life that started in the room was meant to be Many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ere's a waiting list A waiting list for babies with Down syndrome to be adopted And yet over 80% of babies with Down syndrome are not given the chance to be adopted They are aborted and their equality ends It makes me very sad to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 have that I might have lost If their parents do not believe equality starts in the room It makes me sad to think of friends I miss because they were aborted Friends, you and I have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fight for equality in the room And by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s we march today, let us remember Psalm 139 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Wonderful are your works that I know full well And your books were written all the days that were formed for me When none of them has yet existed Thank you, God bless all of you You guys ready to mar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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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was crying I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But we can see that the lady's statement That's how many children have been asked for the child If they have such a sick child They have been asked for the child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 If they don't let them help them That's what we need to come back Once again, let them take care of us But actually, the child through the healer Through the God of you Through thefoot-ture-ture-ture, through the Lord of the Holy Spirit In a Christian people's lives They can go to the church with the church They can talk to the dead贈 Monsieur They can work for full time They can start the work you have to do the things 所以我觉得这个座裁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现在或者是基督徒来讲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在今年最高法院就要做出判决 就是说座裁的事情 那个roll v way 这个法案还要不要继续 在今年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我们下面请后长导来为我们这个座裁的事情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来宣告就是这个末后的失败 所以要兴起的是那个寻求你的面园 寻求业核面园 就是寻求业核面园两个人之类 所以我们感谢你兴起这些 新一代的年轻人一起看到 这边福利亚医生还有其他许多年轻人 包括这些成像困乱 都是这样子一个兴起的 就是寻求的一个面园 是在寻求你公益的探觉的 是吧 你是坐在宝座上 你是行那公益审判的 你的宝座就是公平跟公益 而且是有严敏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审判 求你就来行你的审判在这个失败当中 这样这个失败能够警醒出来 我们为这些的待胎儿 为一些过去美国从1970年到现在 所留下的这样子千千万万的污污污血 沾染了这个地 是吧 而且这些无辜的血 来助长的这个撒旦 他死亡国度的这个 那个权柄的威力 是吧 我们在这里 是吧 我们再一次来呼求你 是吧 我们就说这个时候 只动 就是它主要发生 我们相信这个 这些无辜的婴孩的 被剁胎掉的这些心跳 一个一个的消失在你的耳中 主啊 他们的所留一些 一滴一滴所留下的血 主啊 已经好像这个 洛阳的时代一样主啊 那个脚踩上去的时候啊 主啊 那地上满了强暴 这个就是强暴 The Father of God We say no because 我们是看到这个美国的这块土地 也不是美国全世界 许多地方那个脚踏上去 已经沾满了 千千万万的无辜的 Innocent Block 好像亚伯的血在 就像你屋群一样 主啊 主啊 我们就在这里 主啊 求主你自己 主啊 圣灵来浇灌 圣灵来运行 真理刺穿那个黑暗 主啊 你的生命 生命的国度 要胜过他死亡的国度 主啊 而且就是在这个 最今年这重要的这个宣判 在这个整个这个重新 若你会被重新再放到法院 再一次在行审判的时候 主啊 我愿意公义的判决 主啊 你也觉得我们这种圣徒们 曲曲多多多多年来的祷告 主啊 多年来的悔改 多年来的痛苦 主啊 我们求你垂听 求你应允而举 求你心情 主啊 让你的公义 彰显在这个事外当中 这为这一些的这个 无辜人 这种即将出生的 这些婴孩 主啊 他们是你所解决 身在这个 是这个过后的世代 因见耶稣你再来的 再来的这个世代 主啊 你每一个都要保护 每一个都要兴起 成为你自己过世的先 奉耶稣 阿们 阿们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老友伙伴们 敬祝大家新年蒙福 我是周一方牧师 怎么 认不出是我了 三十年前 我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至于现在嘛 那就别提了 今天 我在这里 要向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将于2022年2月中旬 举办一个别开生命 前所未见的线上虚拟众议活动 名称定为神奇春晚迎家节 因为不久 就将迎来三个家节 就是春节 云霄节 和情人节 当此氛围 我们希望同胞们 无论是身处冰天雪地 或是疫情家居 是教会团体 还是小组团器 都可以借着这个晚会 在网上和亲友们一同观赏 内容报告有 虚拟剧场 原创新歌 城市云当成松的 他并没有退缺我的道路 就天宿说你的荣耀 感谢有你的所有人 感谢生生不息的生命 人都安得 又不能 因为他们被梦连续 仿真人物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核桃市的市长 秦郑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 我是刘萨伦 大家好 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 香海 AVATAR 动感进舞 放下手里 忙不完的事情 尽心尽心尽一尽力 挨住我的身 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本活动截至目前 本活动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20个企业团体 及教会的机构支持赞助 欢迎教会团体或是公司行号 一同共襄盛举哦 联络资讯 请见以下 祝大家 佳节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